一场悬疑惊悚,超越想象的冒险之旅,就在蛇丛阁最新小说《密道追踪》。 那段诡异的对讲机声音的时候,在钢厂的蓄水池里,打拿正在胡乱的挣扎。 二子飞快地把绳索往回拉,身在水中的大拿,在冰冷的水中,身上感受到了彻骨的寒冷。 这让他的心里很紧张,他说了,不能下去,你们对付不了他。 啊,打拿在混乱的意识中,东生那近乎癫狂的告诫在他的耳边一次次地响起,忽然打拿的眼前一亮。 意识清醒过来了,这才看到二子已经把他拉出了水面。 大拿的身体被二子用绳索拖到了蓄水池的边缘,上半身斜斜地趴在了干燥的地面上。 大拿觉得浑身疲惫不堪,不想动弹。 却被二子把身体给翻转过来了,然后二子把大拿的鼻子捏住,一张嘴凑了过来。 大拿一巴掌把二子的脑袋打开,你他妈的干什么? 二子惊喜地说,哎哟,你没事啊,这就好,我还以为你快冤死了你。 大拿深深地吸一口气,然后又慢慢地走到了水中。 二子慌了,脸盲扶持说,你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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跟冬生树一样啊,你啊,你中邪了。 大拿冷静地对二子说,刚才我迷迷糊糊地看见了下面有东西, 那个东西红彤彤的,我要把它给捞上来。 哎哟,你跟我冬生树一样,你迷成了,你自己不知道啊。 没事,我心里有数,咱们还是老办法,你要是觉得有问题,你就把我往上拉。 大拿在自己的心里不停地暗示着,不要慌乱。 然后他放松,慢慢地划水,再次向蓄水池的中央游过去。 在游动的过程中,他想起了一件往事,虽然只是电光石火之间,但是这件往事已经完全浮现起来了。 大拿很不想去回忆这件事情,可是没有办法。 那脸上凉凉的感觉和耳边东升的声音,还有记忆中的这件事, 就像一种紧密的联系,让他无法去摒弃掉这种杂念。 这件往事,跟他以前的一个同事有关。 那是他来到钢厂之后,最先认识的一批同事里的一个, 这个同事叫做红冰,跟他睡在同一个宿舍, 共处过三天。 后来,红冰去了外地打工,过了大半年, 大拿去红冰家的附近,然后发现他家在修心房。 大拿还以为红冰混好了,在外面赚了很多的钱, 然后依紧还乡,修了楼房。 他四处找了一下,却没有找到红冰。 向红冰的家人问起,他们都用古怪的眼神望他, 不回答他的问题。 大拿心想, 哎呀,这家人可真势力啊, 有了钱就变得古怪了, 也就不再管了。 从此, 连红冰家的附近都没再去, 直到有一天, 大拿再一次极其偶然的机会, 在虎福镇上, 大拿从跟红冰一同出外打工的一个同乡的口里, 听到了有关红冰的传闻。 红冰去打工, 实际上是去修高速公路。 很多人都知道, 修高速公路最怕遇到的事情就是要修隧道, 还有搭桥。 但是任何地方只要是修高速公路, 都很容易就会遇到这两件事情。 修隧道, 搭桥, 一个是要挖山, 一个是要跨河。 自古以来, 古人都认为, 山有山神, 河有河神, 都不能够轻易冒犯的。 一旦要对他们进行改造, 就意味着要付出不小的代价。 红冰的同乡告诉大拿, 红冰在建筑队里待了三个月, 被安排去搭一座桥。 这座桥横跨南北, 水宽有四五十多米, 水流十分湍急, 要修桥就得打桥墩。 可是说来奇怪啊, 这座桥的其他的桥墩很快就打好了, 连中间地带水流最快的桥墩都是很快地打好了, 就剩下一个靠近岸边的桥墩, 无论怎么努力都没有办法打好。 浇灌下去多少都不起作用。 一般在这里做的那都是些老手啊, 知道出了什么事情了, 于是就搞祭祀, 炸鞭炮, 献上香火呀, 供品啊, 可是搞了这些之后, 桥墩仍然没有办法打好。 所有人都知道有麻烦啊, 明白, 这个桥墩可能不太好处理了。 这一天, 宫头喊了几个年轻人去处理桥墩的事, 红兵也在其中。 在出发之前, 老板就跟他们说了, 这件事情有危险, 去的人都给一大笔钱。 红兵虽然是新手, 可听说的事情也不少, 知道其中的缘故, 但他还是气了。 没过半个小时就出了事情。 在交注桥墩的时候, 红兵被一斗混凝土给掩埋在桥墩里边了。 由于肃宁混凝土, 当旁人反应过来的时候, 已经没有办法把红兵从肃宁混凝土里给捞出来了, 甚至连尸体都找不到了。 那个打工的同乡神秘兮兮的, 对大纳说, 红兵在干活的时候, 本来好好的, 突然就跟疯了一样, 自己跳下去了。 可是他根本就站在安全的地方啊, 不知道他怎么就突然想不开了, 他就这么做了。 大纳现在突然想起了这件事情, 那就是因为红兵在离开的时候, 跟大纳说过一句话, 他说, 我最近呢, 常常做一个梦, 梦到我静静地站在水的中央, 我还以为我会死在那个蓄水池里呢。 现在大纳已经知道了, 红兵死在那个桥墩上, 那个地方其实距离虎浮尘不远。 当时的大纳还不知道蓄水池里发生过什么事情, 现在大纳处在这个情况下, 他不停地想起红兵说过的话。 红兵出事之前, 说过, 自己做梦, 站在了蓄水池里。 其实红兵是真的到蓄水池来过的, 此时此刻, 大拿的脑袋里, 想法是很明晰的, 也许红兵是下过蓄水池救人的大捞队员之一, 至少也是亲身经历过现场的人之一。 红兵跟这个小小的蓄水池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, 他会因为乔敦而死, 很可能跟这个蓄水池有关。 红兵去外地打工是想躲什么, 但是没有躲掉。 一想到这儿, 大拿的手脚滑水的速度就缓慢了, 他慢慢地停下来了, 开始往回游。 二子疑惑地说, 哎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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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你怎么回来了? 大拿解开了绳索, 丢在了地上。 你叔叔, 还有什么瞒着我? 我要去问个明白。 妈的, 我明明记得解开了绳索的。 你, 你在水底到底什么情况? 你这大绳子呀? 我没察觉你解开呀。 大拿说, 会不会和那个村子里的人有关呢? 什么, 什么意思? 你说什么呢? 我完全听不懂了。 我从来没有见过那个村子里的人到蓄水池来呀, 连靠近都没有啊。 快去, 快去, 先回去再说。 大拿没有心思多解释。 您正在收听的是蛇丛阁最新小说, 密道追踪。 两个人回到了宿舍, 东升依然被绑在原地。 大拿看到东升的手臂、脚踝, 因为掉了皮, 变得通红透亮。 他连忙解开了皮带, 不过, 以防万一, 他还是把门给关紧了。 东升的神志还比较清醒, 看到大拿和二子回来了, 放松了心, 他说, 没事就好啊, 你们要听我的哦, 不要去那个地方。 大拿开门见山, 我之前忘了一个关键点, 你, 你明明知道, 你明明知道这个蓄水池里边淹死过人, 怎么还会喝水呢? 还要把水给那群外地人喝呢? 你这到底是什么打算呢? 我, 我, 东升的脸色顿时变了, 眼睛不敢看见大拿。 我知道, 你这是在想办法。 你, 想要跟红兵一样, 你在自救, 也就是说, 你在找替身。 东升的身体在瑟瑟的发抖, 他不再说话了。 你认为, 在水底下, 有水鬼吗? 东升叔说, 不, 不是水鬼是什么呀? 本来都是香安无事的, 都怪我那个婆娘, 把汐水池里的水弄到家里了。 我在不知情的情况下, 我, 我用这个水洗澡了。 那之后, 就发生了奇怪的事情吗? 你之前跟我说的不是这个呀? 喂, 我那是怕说出了真相。 我就骗了你们了。 我知道, 这个池子里出了那么多的事情, 怎么可能还要引用呢? 实在是若是上身了, 没办法呢, 我才不得不继续跟这个汐水池打交道啊。 那你说, 你说, 这个汐水池到底有什么古怪? 直到如今, 我就什么都不瞒你了。 反正, 钢厂里的传言, 说这个汐水池啊, 它是一个陷阱的地方。 听到事儿, 二子疑惑地望向了大脑。 什么? 陷阱? 陷阱是干什么呀? 大脑皱着眉头。 是不是过年的时候, 在香堂上摆上很多东西来祭拜祖先的那种啊? 跟祭拜祖先类似的吧? 但这个里面, 用来祭献的贡品是人。 大脑皱着眉头已经明白了。 就跟红兵当了桥的贡品一样。 他在汐水池里没当上贡品, 到了桥墩那里还是脏了。 东升的眼神变得迷离起来, 陷入了回忆。 当场, 自从修建以后, 怪事发生的不止一次啊。 死了很多人, 后来请了高人回来, 就挖出了这个蓄水池。 领导们只是告诫大家不要靠近, 可实际上呢, 你看, 根本就没有做出什么防护的措施。 儿子难难的说, 是, 是, 挺奇怪的。 大脑皱冷冷地哼一声说, 那是因为该死的逃不掉。 他们是想让别人自寻死路, 给其他人挡灾, 用少量的牺牲, 换取其他人的平安。 自从我呀, 用那个水洗脚之后, 这身上就开始流臭水了。 但是, 只要用蓄水池的水洗一洗, 就会舒服很多。 后来就喝, 喝了之后身体会更舒服, 可只要隔太久不喝, 就会浑身难受。 我很清楚, 这个水跟鸦片差不多, 会让人上瘾的, 不能喝, 但是我忍不住啊。 我甚至会梦游, 跑到蓄水池的边上。 好几次都被我媳妇发现, 给扯回去了, 于是我就想到, 肯定是池子里, 那些既死是死去的人, 变成了水鬼了。 要图我下去, 他们好偷胎。 所以, 当你看到外地来的游客的时候, 你就起了坏心思, 大脑袋毫不掩饰地等着东盛。 龙上惭愧地点了点头。 我, 我, 我从水池里打了水, 给他们用。 我是希望水鬼找他们, 不要再找我。 可是你失败了, 他们出了事了, 但是没有被水鬼拖走。 你知不知道啊, 你的这种行为, 我要是报告刘所长, 可以让他把你抓走。 你这叫细意谋杀。 二次将大拿这么说, 立刻反驳, 喂, 我书又没害人, 你别乱靠暴脑。 到了两天兵, 什么了不起啊。 然后, 又对着毒生说, 那, 那咱们找, 找个工地, 看, 看能不能把他们那个土渣, 运到这个细水池里边, 咱们把这个水坑给它填了。 大拿狠狠地说, 细水池是厂里的财产, 你们说填就能填吗? 老沙和神头两个人, 对视了很久。 神头这才把话说出来, 你认为, 那下面有什么东西呢? 老沙的声音压得很低, 也许, 当年埋葬那个将军的时候, 他们布置一个很厉害的地下布局, 并且有某种我们知道的地下生物。 然后多年来, 一直有人, 再把这个坟墓给压制住。 以前的办法就没法知道了, 但是, 这个钢厂, 肯定是压制地下坟种的一个奇门。 神头说, 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啊, 这得要多少钱呢? 做这种事情的人, 该有多大的权力啊? 老沙说, 也许不是一个人做的, 很有可能是一个组织, 或者是门牌。 连文国时期都能调动这么大的人力和资源来修建一个钢厂, 那么这个势力一定是盘根错节, 影响巨大的。 神头说, 好, 那我们表决一下吧。 我们现在决定, 退出还是继续。 同一继续的人, 举手, 神头把话说完就举起了手, 然后奸儿也举起来了。 但是, 让神头没有想到的是, 老沙也把手举了起来。 虽然, 已经是二比一, 他是否举手, 已经无关绝地。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, 蛇丛阁最新讲说, 《逆道追踪》。 演播, 爱宝梁, 编辑制作, 虞丹。 土耳职地不及时, 最后一刻是我。 你只能有最后一刻是我。 是我的, 我爱你。